嗯 其实我我可以就是讲最后说一个啊 我差不多我算这个我就打pk了打完pk我大概10点多 我去我就下播我也不多说了 就是我们私下就是确实不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是特别 就是光说这一件就这前几天发生的那件事情 其实好像看似不是很严重 但是也许通过这件事情可以折射出一些问题 就可以折射出我为什么 如果说我在成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我为什么会想回来 不是说我成立这个人 我就是像个公主一样 在你们口里好像真的我是个大小姐 好像我是多多么无力取闹多么多的人 就是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影响到了我自己 就我自己感受到了我在 感受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我想我想再重新再调整一个让自己多舒服的方式 这主要就是因为我还是想把这个恋爱继续谈下去 如果我不想谈的话 我可以大可以分大可以就是对我可以直接就分了 如果我不想做我不想我不我不想就是把这个恋爱谈好的话 我也没必要回家 我也没必要说我调整我自己 然后再换一个舒服的状态来去来去相处 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些问题 就不不光是那天那场直播 就是可能私下就是会有一些会导致我 为什么好像显得我好像老是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为什么就是有问题的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我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对方的 谈恋爱当中没有什么对错可言 只有就是说 哎呀跟着随着心走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本能 哎这种东西是个本能 当然他就是我没有在说 就是我从我也不需要任何一方去审判我们俩 就是你觉得好像我我觉得你 好像你把带路自己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带路自己 也觉得哎好像我多有委屈 然后对方多不委屈一样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他有委屈 他没的没改变什么之类的 如果说我们俩不是真实的 就是如果说没有爱的话 是不可能到今天 到今天维持不了今天 肯定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我你审判任何就不可能 就是说任何就不能都不能说 我们俩之间是没有爱的 或者说我不爱他 他拜我 是说不了这个的 绝对是我们俩是绝对是 就是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说过不 就是不爱这件事情 爱我们爱是不不用审判的 只是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不要就是 其实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吧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得换一个就是 沟通的方式吧 换一个沟通的方式 换一个解决的方式 如果说好像没 最近如果说我们单人直播 一上来就是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只会影响各自的心情 这为什么 刘聪他也决定就是最近又好像想休息一下 如果我 如果我上来 我坐在这里 我来讲 有关于我们俩自己的问题 然后又有又有 又有一些混水摸鱼的在那 故意说一点不好听的来影响大家的心态 只会把这个事情激化起来 其实私下我们俩现在已经在正常的工通了 但是你坐在这里你看到这些弹幕 你就会被影响到 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我我觉得还是得沉淀一下 如果要是要是搞了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说就是 有我们俩是爱是真是真的 我从来没觉得就是爱不爱过 真的 我你没有说我好像被什么言论行了 根本就不是 哎呀我跟你讲不通 你讲什么都会有人 你自己的 有自己的角度去去说 千人千名我根本就讲不通 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